这年头没点才艺还真不敢回家过年 学着做一份高品质西餐 在家人面前录一首 自己吃食材一定要选好的 双饭而特选极元切牛排 只有古物精心饲养 200天以上的黑安格斯牛种 才能形成这样丰富的大理石花纹 特地解冻后的牛排千万不要睡醒 用厨房纸巾擦去血水就可以了 加橄榄油 盐和黑胡椒简单腌制 热锅冷油 油温升高后的下锅间 一面煎60秒 翻面再煎60秒 转小火 放入牛排三件套 黄油融化后不断往上淋 每面各淋一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一定要记得保温饧肉三分钟哦 饧肉的时间来做一下北非蛋 油热后下洋葱炒软 再倒入彩椒和蘑菇 炒匀后放番茄 煮至软烂后调味 可以加点番茄酱来增加风味 挖两个洞打入鸡蛋 焖煮两分钟就完成了 先后牛排切开 看着丰富的汁水 奶香味十足 将切好的牛排摆在北非蛋上 一份西餐厅同款牛排北非蛋 这不就完成了 再来做一份高级的惠灵盾 打开烧饭而包装 解冻好后直接放烤箱 二十分钟 简简单单 米其林餐厅就给搬回家了 在家也能实现美食的狗自由了 两种不同的做法 让你的早餐不再单调 第一款是传统美食的狗包 烤肠解冻后表面打花刀 肉骨少油煎 这款风味派烤肠是谢霆锋亲自研发的 有没有小时候喜欢烤肠 但又怕被妈妈说不健康的同学 这款可以放心大胆吃 选用优质散养黑猪肉 配料表纯净 不添加淀粉 不含添加剂 连肠衣都是用的天然猪小肠 黄金肥瘦比例 肥而不腻 一口下去还会爆汁呢 超级满足 准备好现成的热狗面包胚 锅中丢一块黄油下锅煎 煎到金黄就可以了 趁热放入生菜 番茄还有一片芝士 煎好的黑胡椒味烤肠摆在中间 表面挤上爱吃的酱汁就完成了 第二款厚蛋热狗包 蟹柳和蛋液加黑胡椒和盐 混合均匀下锅 用筷子在底部不停搅散 直到全部熟透后出锅 番茄酱加沙拉酱 混合涂在面包内部 放上生菜和煎好的厚蛋烧 原味烤肠摆在上面 撒一些海苔肉松 挤上爱吃的酱汁 真的超级要食欲 一口下去烤肠的肉汁 在嘴里爆开的感觉 也太幸福了吧 平时怕麻烦的 可以直接用空气炸锅 五分钟就能得到高品质的报纸烤肠了 谢霆锋绝对是处女做代表了 从包装到品质都超级完美 真的超赞 日料店同款芝士炸猪排 素菜的外皮包裹着拉丝有人的芝士 搭配酸香浓郁的辣椒酱 一口下去真的幸福到没话说了 朱里基先用刀背敲葱散 撒上黑胡椒和盐涂抹均匀 盖上一张保鲜膜 就可以开始疯狂撬打 垂到这样三倍打 芝士一定要用这种马素里拉芝士块 切成差不多大小 用保鲜膜包裹紧实后 冷冻几分钟定型 准备好油炸三件套 依次裹上面粉 蛋液和面包糠 面包糠可以裹两次 这样炸出来表皮会更加酥脆 油温七成热 炸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炸好后捞出控油 稍微放凉后切开 一刀下去 芝士的流出来了 撒一些欧芹碎 加点包菜丝摆个盘 日料店内味就有了 搭配我最近被朋友种草的 南豆子蒜蓉辣酱 这款酱汁的微酸和特别清新的辣味 中和了猪排的油腻感 真的是绝配了 而且这款酱汁低脂低卡 平时减肥的姐妹呢 可以拿来搭配沙拉 或者做个不油的蒜蓉辣酱烤鸡腿 总之从现在开始 这款辣酱已经是我家厨房的新虫了 爱吃辣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哦 不会还有人没吃过薯片鸡翅吧 今天就带你们回忆一下过期网红美食 鸡翅最好打一下花刀会比较入味 加字幕上调料抓匀后腌制半小时 吃不完的薯片捏成碎碎 口味可以自行选择 一次裹上淀粉蛋液薯片碎 就可以进烤箱了 如果用的是烤盘 记得铺一层锡纸哦 180度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出炉了 到底是什么神仙组合才能这么好吃 酥酥脆脆鲜嫩多汁 还没吃过的同学赶紧试一试吧 自制比海底捞还有浓郁的番茄火锅底料 快收藏起来吧 这个冬天一定会派上庸场的 番茄去皮切块后留一小碗备用 其他都炸成汁 洋葱和生姜也用搅肉机打成泥 热锅少油爆香蒜片 倒入番茄块和两勺番茄酱炒至软烂 加入洋葱泥炒匀后盖盖 调成小火炖煮10分钟 开盖后加入番茄汁 调料很简单 冰糖蚝油和盐 加清水煮开后就可以烫菜了 不得不说这个肥牛和番茄真的是绝配 又是让炸鸡店铺产的一天 甜辣口味的五股炸鸡 两块鸡胸肉就能做出一大份 鸡胸肉切成大块 加姜片料酒适量盐和黑胡椒 抓匀腌制20分钟 腌制好后加两大勺面粉 两个鸡蛋 少许牛奶 抓匀挂姜 下锅前再裹一层玉米淀粉 油温升高后开炸 炸到金黄熟透后就可以出锅利油了 再来炸一些炸鸡的好伙伴 年糕和小香肠 炸开花的香肠看起来也太有食欲了吧 酱汁的配比都写在字幕上了 煮到汤汁浓稠后关火 倒入炸鸡 翻拌至裹满浆汁就可以出锅了 撒上黑白芝麻 这满满的一大份 真的够全家人吃了 没吃椰子鸡之前 总觉得甜甜的鸡汤 一听就很黑暗 去三亚吃了一次正宗的椰子鸡汤 就再也忘不了了 因为嫌开椰子太麻烦 直接网购了叶府的椰子水 看配料一定要选这种天然的椰子水哦 不可以用腌奶替代 煮出来的椰子鸡就会特别清甜 椰肉也是买的现成的 这样想吃椰子鸡的时候 也会方便了许多 汤底煮开后就可以下鸡肉了 我还特地买了海南正宗的文昌鸡 鸡肉特别鲜嫩弹牙 吃椰子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蘸料了 这个配方应该很还原 我在当地吃到的味道 沙江和小清零真的是永远的神啊 吃一次就忘不了 猪耗鸡肉搭配蘸料 每一口都是享受 吃捏了咸口的排骨汤 来一次清甜滋润的椰子鸡 真的是与中不同的体验 我还用椰子水做了一杯生烟拿铁 一点也不必买的差哦 寒冷的天气 给自己安排一顿椰子鸡汤 足不出户 也能感受到海岛的风情了 不用卤竟然做了烤鸡爪 你的烤箱菜谱又多了一道 家乡Q弹 满满的胶原蛋白 鸡爪直接买去骨的 也不用为难男朋友了 这调料一放完就能闻到香味 炸拌均匀后冷静两个小时入味 烤盘记得要铺锡纸 烤箱提前预热好 230度烤10分钟 时间到取出刷一层芝麻香油 再撒点白芝麻 真的特别香 转200度再烤5分钟就可以出入辣 皮胶肉嫩的非常入味 一口一个超满 最近超火的红豆牛乳冰 你们都安排上了吗 香濃的牛奶搭配甜糯的红豆 冰冰凉凉凉好喝不腻 杯中先放一勺红豆打底 再来做牛奶冰沙 鲜牛奶加冰块到破壁机中 我用的这个是肖战同款 九阳不用手洗破壁机Y1 选择奶系模式 打成细腻的冰沙 打好后倒入杯中 接着用红豆加冰块和适量果糖 继续选择奶系模式搅打 进口的龙牙刀头 搭配超高的转速 让打出来的冰沙没有一点冰渣 打好的红豆冰沙倒入杯中封顶就完成了 没有任何难度 但是真的好喝 饮品有多好喝 破壁机就有多难洗 我被它打动的也是自清洗功能 使用完毕的破壁机会自动清洗三次 清洗完后把脏水倒掉就可以了 再一键启动热烘除菌功能 每次用都超级安心 洗完的破壁机特别干净 没有任何残渣 比手洗的干净多了 还配送了一个干磨杯 顺便来做一个蓝莓果酱 蓝莓加白糖放入干磨杯中 只需要30秒 就能得到细腻浓稠的果酱了 用来搭配做一个蓝莓上胶三明治 也是一级棒 它还可以搅肉抹粉非常实用 对于我这种爱做饮品 又不爱洗机器的懒人来说 这一台不用手洗的破壁机 太适合我了 冬天别指着喝奶茶了 试着让男朋友做一份热乎乎的香芋椰汁西米露 好喝还不用怕胖 记得要让他用这款夏天的风低糖椰汁哦 它的甜度都来源于椰子水 椰肉和微量带糖 一整瓶的热量和一个苹果差不多 减肥的姐妹也没有负担 煮沸后加入白凉粉搅拌均匀 倒入模具冷藏定型 西米一定要水开后倒进去 中火煮15-20分钟后 盖盖焖15分钟 捞起来过一下凉水 姿树和利浦芋头切成小方块 加几块冰糖 大火煮开后转中火煮20分钟 最后加一些炼乳拌匀 凝固的椰子冻切成块 所有的食材放入碗中 天气冷记得将椰汁加热一下 每一口都是满满的料 甜糯的芋头搭配椰香浓郁的低糖椰汁 简直是神仙甜品呀 就这道菜家里不管煮多少米饭都能吃光 而且去饭店绝对是周收必点 猪里鸡肉切成丝 加调料抓匀后腌制20分钟 做菜的时候事先把酱汁调好 后续就会方便很多 肉丝下锅翻炒至变色就可以盛出了 另起锅爆香葱姜蒜 加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胡萝卜青椒木耳切成细丝 下锅炒软 炒软后倒入肉丝和提前跳号的碗汁 稍微翻炒两分钟收汁即可 没有鱼肉有鱼香的鱼香肉丝就做好了 不用油炸也能解锁虎皮疯爪自由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爪软烂入味 一鸣脱骨 再不用担心油炸的满脸都是 鸡爪冷水下锅加屈芯三件套 煮开后捞出 冲洗干净后抹一勺老抽上色 表皮干豆后进炸锅 不用预热大于空气炸烤箱 选择空气炸功能 200度25分钟 这款炸烤箱的双开门 整得太精致了 360度立体空气炸 不用翻面也能炸的特别均匀 鸡爪取出后丢入冷水中 浸泡一小时就能得到完美的糊皮了 干掉炒箱后加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放入鸡爪和适量清水 加一袋卤料包 一勺冰糖和字幕上的调料 盖盖中小火炖煮4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虎皮凤爪真的超级完美 你们一定要试一下 放假在家一定要做一次烤箱版烧烤 像这样烤鱼盘一家人的宵夜都有了 干料用热油泼一下才会香 这个酱汁就放心收藏吧 烤个鞋底子都好吃 如果有准备最吃的话 可以提前半小时用酱汁腌制 烤盘一定要记得不锡纸哦 刷上烟鸡翅剩下的酱汁都可以进烤箱了 180度半小时左右 不得不说这烤丸子真的太好吃了 虎包夜市的炒面来了 面条根根分明还特别有嚼劲 自己在家也能做出同款美味 面条好吃秘诀就是提前加油 搅拌均匀后上锅蒸10分钟 油可以稍微多一些 两个鸡蛋下锅炒熟炒散 配菜也是选的夜市摊同款 反正每样都爱吃 炒熟后就可以放面条了 因为面条已经提前蒸熟 所以加调料后稍微翻炒入味就可以吃过了 真的特别还原 你们在家也可以试一下